反正你要把資料寫過去 就可以拿這個來當範本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你要把這東西背起來的話 倒還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有的時候像什麼Open後面那個不同的資料庫 會有不同的這個叫做Connection Street 那這個Connection Street其實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他會提供給你這些東西 那我是從那邊查過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 用不同的資料庫有沒有 你就可以去那邊查 然後變更這個連線的自串 就OK了 那至於那個網站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這個打一個什麼 Triple W 點那個 什麼呢 三個W 點Connection 所以Connection Stree Stree就自串 加S Connection Street 點Con 這邊就有了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連線 什麼SS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SS在這裡 S400 然後 IBM的DB2 金融業最喜歡用這個 然後另外什麼Lotus Nord 也有了 甚至連什麼 連那個其他 比較 MySQL 或者是MS SQL 等等都有 Oracle我想應該都有 這邊一堆 這麼多 OK 那我們 會現在用到是SS 對不對 所以點SS 連線自串都在這裡 我剛剛用的是這個 他是用 這一串 Provider 在這裡 所以其實從這邊 複製貼上 未來如果說你要連線的是有Password 有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你是 網方的話 他這邊還有Network Location 有沒有 Location 有沒有就是這種方式 也可以放在網方裡面 裡面呢 大概都可以找到答案 裡面呢 他就至少幾十種的資料庫 反正你們公司或者以後你的客戶 或者什麼 一定會用不一樣的資料庫 沒關係 上面都有答案 反正不管 他的連線的原則都一樣 絕對都可以連線成功 所以 ADO是連線的一個外掛 SQL呢 是共通的語法 所以呢 你只要那邊有資料表 你可以把資料寫過去啊 OK 大概的觀念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應該可以 這個網站應該OK啦 叫做Connection Astress 這個 蠻好記的 Connection Astress OK 應該 可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如果我要什麼 第二個練習 剛剛是新增一筆 然後發現好像大家同學 只要這個 這個資料庫的名稱不要 還有你的那個list workbook 你要放旁邊 你不要 像我剛剛是放文 那個 文件裡面 當然你就找不到了 一定要放旁邊 未來如果你要放別的地方 沒關係 你把這個路徑改一下 也可以啦 這個主要是路徑 因為我們現在是為了 方便 所以放旁邊 OK 那 兩個檔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對 同一個資料夾 因為它是list workbook.paste 如果說你這個是 你資料庫是在這個路徑裡面的 某個資料夾 你可以在這邊再增加一個資料夾名稱 也是OK的 大家可以理解那個道理 然後如果說你是放在C點或D點 你就D冒號斜線 什麼路徑斜線 哪個路徑也可以 也可以自己給它一個絕對位置 也OK 不過一般習慣是放一起 這樣比較好管理 然後 insert into 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問題02喔 有的同學剛剛是問題2啦 所以如果你是問題2的話 那你就記得改一下 因為這個很容易做錯 只要 有沒有 你這邊 假設問題2對不對 如果把它execute 你會發現喔 真錯 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什麼呢 找不到輸出資料表 問題2 有沒有 因為是要問題02才對 或者剛剛有同學匯入的時候沒有改那個原始資料 他就叫原始資料 他會跟你講說 找不到什麼問題 反正你改一下名稱也OK 另外不外乎就是說什麼 這些 這個這個名稱 那一般像我怎麼除錯 交給一個方法 Ctrl G 然後把它怎麼樣 print它 然後呢把這個 這個問號是print的意思 print是列印 我這個變數 裡面的值 幫我輸出 因為他現在在中斷模式才能輸出喔 然後把這個怎麼樣 因為我可能有時候 以前 光找個bug 可以找一整天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想如果寫程式大家知道 所以交給一個簡 就是有的時候你會自己再找一個更好的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 這邊你可以把這個 insert into的語法 怎麼樣 直接貼到那個 我們的 SS 這個現在切到SS 裡面有一個建立 查詢 有沒有 查詢設計 查詢設計 插插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seql 你可以把那個seql語法貼到這邊 讓他執行 那這個執行 他有個功能就是 他也會在這邊告訴你答案 找不到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找不到什麼資料表 的話 請你就 睜大眼睛看一下 旁邊這個名稱 那就會有答案 OK 所以 那不用花一整天啦 反正就是經驗 經驗值夠的話 不過這個說真的 我只能夠盡量讓各位減少一些 時間浪 但不可能完全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講 問題零熱 還有可能什麼狀況呢 像之前有同學 有比較常遇到 這個地方沒有加前後單引號 可是你要寫到文字裡面 沒有前後單引號就是不行 那 不要問為什麼啦 因為這是規則 這個不是我訂的 這個是那個seql那個單位訂的 所以 他就基本的原則 你把它記下來就對了 OK 執行一下 他會出現 不過你會發現 他居然可以新增 意思就是怎麼樣 他還是可以 沒有單引號 不過 這個先否一下 不過最怕是 遇到什麼狀況 就是你只有加 但是只有加 一邊 一邊有一邊沒有 可不可以執行 不行 有沒有 他說查詢運算是 這個 少了什麼 少了語法 按確定之後 不過我記得他還蠻聰明的 他還幫你停在這裡 意思是說 你檢查一下 這個位置 但是他的缺點是 字有點小 OK 那這個是 一些簡單的除錯技巧 那怎麼進到這邊 我講一下 這個 建立 查詢設計 關掉 SEQL 可以從這邊 做除錯 OK 這個是 我之前 用過的方法 可以利用這邊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你可以在這邊除錯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都沒錯了 然後把它改正確 其實 VBA有個優點 城市可以倒車 可以再執行 再執行 就要新增一筆了 好 新增一筆的話 新增成功 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可是新增一筆啦 我不是應該兩筆 怎麼是一筆 因為 他不會自己重新整理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重新整理 他就會出現 剛剛有同學一樣的狀況 老師我一直按 他怎麼一筆都沒有 因為他要重新整理 他不會自己 幫你馬上顯示出來 好 那再來我把這些 再把它刪掉 我們現在不是要 一筆 我要全部 所以 怎麼樣新增全部呢 很簡單嘛 就是怎麼樣 跑個回全部就好了 所以呢 一樣 把這個怎麼樣 Ctrl C 把這個貼上 改成什麼 新增 全部資料好了 那全部資料怎麼新增呢 當然很簡單嘛 你可以 打一個 for i 等於什麼 第幾列呢 第2列到最 最後面一列 好所以你可以 for i 等於 2到最後面一列 OK 這樣子 然後 next 先跑一個什麼 先跑一個回圈 然後 這個不用了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這個 Core ADO 這一行 放到中間 把它按個 TAB鍵 應該看得懂 應該看得懂 我的這個吧 然後把什麼 把 R 怎麼樣 改成 I 就好了 因為剛剛只有一個 最下面那個 然後我現在 把它全部都改成 I 這樣子意思是說 他從第2筆 一直幫我 一直寫寫寫寫寫寫 寫到那個什麼 寫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變成 OK 好 所以第1筆 第2筆 第3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Messure Box 這個是跳出那個 Messure Box 然後呢 它會跳出新增 乾脆改一下 全部 後面的話你可以 加個豆點 豆點的話 如果你覺得剛剛跳出那個 那個 太醜陋的話 你還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豆點 裡面的話 還有什麼 我習慣用 VB的 Information 這個Information 意思是說 會跳出一個驚嘆號 的一個小 icon 那 相對 比較漂亮一點點 但也不會頂漂亮 因為這個Messure Box 就簡單的一個 訊息對話方塊而已 好我們來試一下 把新增全部 新增 再把它 那基本上它會 Call 跳過來 再Call 只是丟不同的東西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直接執行 還蠻快的 不因為我只有20幾筆 不過你們可以試一下1000多筆看看 1000多筆好像也還OK 也不會太久 這個方法當然基本 因為它是資料庫 所以一定會比你剛剛用什麼 我剛剛講過就是 用那個什麼教育裡面這個共用 活躍部 會比較有效率 只是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全部新增的 這個時候重新整理一下 全部過來了 那我再來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再加一個按鈕 這個就是新增全部 那待會的話 再來就是 清除全部 再來怎麼樣 再從資料庫再把資料撈過來 所以會有四個按鈕 我們完成第一個 一筆 全部 然後 可能查回來之後 還可以再做一件事 就是 刪掉資料庫的資料好了 OK 因為資料庫 我們大概列理就是 可以新增全部過去 大概 流程這樣 1先把資料 先 全部過來 OK 2 把這邊的資料清掉 然後 然後呢 再怎麼樣 把資料從這邊 再撈回來 撈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邊的資料刪掉 OK 大概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吧 那這樣的運行 其實像你 在工作裡面 應該 會遇到的 狀況應該都差不多這些 所以會用到 Seql裡面 最重要的三個 三個那個指令 一個是 Insert into 一個是 Sulate 是查回來 Delete Vease是把它刪掉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是 再延伸出去 變成那個 這個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的話 就是把上面這個改一下 另外Magic Box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 豆點後面有加一個 VB Information 就是這個東西 應該有 好看一點點 不過 至於你說 老師 其他這個VB Information之外 還沒有別的東西 當然有啦 只是說 這個每一個 他的圖示 都不一樣 他的缺點是 他沒有給你圖示 我是覺得他應該有一個這個 然後一個圖 這個圖 沒有 怎麼辦呢 像我以前是怎麼做 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個是什麼 那個 剛剛那個 這個 OK 靜止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 自己試的話 反正 一般我用的比較多的 就是 VB Information 至於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Magic Box 的用 用法 OK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再來的話呢 就是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 部分 那 這個一樣 我把程式 Ctrl C 然後呢 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我是放 所以如果我剛貼的東西 你程式 沒有更新的話 那你就是再重新整理一下